嗨各位亲爱的伙伴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学士达山与我 今天我们再次的邀请我们的特别特别的嘉宾 就是梅秀小姐 梅秀小姐请跟大家问候一下 嗨全球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梅秀大家的爱琳娜 爱琳娜没错 她的爱琳娜秘密花园 爱琳娜花园在脸书上也是非常的有 那个活药令这样 对 那我们经过上次就是三集这样 这样分别三周这样子给她放出来之后呢 我们觉得我们要继续这个momentum 所以呢我就特别再约了一下那个梅秀 这一次就让我们独秀一下 这样好不好 好非常好 对啊其实我想要跟各位分享就是说因为其实我刚从那个学士达山回来 那我也就是录制了一些就是风景 学士达山景色啊湖的那个 然后配上我的那个底声的音乐 也会po在我的那个YouTube的频道 对 然后呢就是说这一次去呢 有蛮多的触动跟触发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的能量都是围着就是说我还有梅秀还有这些我们来过的雪士达山的伙伴们都我们的能量其实都跟雪士达山一直都是有连结的那所以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一次有一些互动就是发生了什么事那也蛮特别就是说最近呢我就在雪士达山那边认识了当地的朋友那就是说一 也可能是开始为我准处准备一年多以后要回归雪士达山的这个动作 所以呢 然后也也有另外的一些发生就是说 呃我在那个呃月音分享礼拜天的月音分享里面呢就是有谈到就是说呃那个水晶波的这个部分就是说我想要呃upgrade我的水晶波 所以呢这好像一切都开始触发 那刚好你知道我们那个就是呃高档位的那个水晶波的那个公司他们在今年今年在雪士达山开了第一家公司公司的那个呃门市 对所以蛮特别就是说跟之前之前我们在那个水晶水晶波的那个听水晶波的那个水晶店里面他们只是就是经销商代理商这样 那这个是真的是公司他拥有的公司出钱来开的这个门市所以呢就是说可能很在不久的将来呢大股美国门市呢美国这边也会代理这个高档高档的这个水晶波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这一次我去那边的那个发生其实都是没有想到但是好像就是一步一步那个水那个雪士达山的能量他就送人来店里啊然后讲这个讲那个有的没有然后去的时候才知道哇又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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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陷害了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我想没想到很知道这种感觉 那你可以看到我背后的这一幅画呢就是说呃背后这幅画就是呃前一阵子最新完成的哦那他完成之后他其实有给我那个呃那个对句就有下来那他的对句我在这边也在跟各位分享一次就是说如果你有注意看的话 那其实这幅画的四面八方就是四周围都有不同颜色的龙好那我就是在前昨天昨天的前天就是呃感觉到要把他封起来了就是用要喷那个胶把他封起来因为我们这个就是画画画完之后最后都要给他封起来才不会被那个呃不会被对对对空气中的水分啊还是那个对影响到他的那个颜色这样子 所以呢之前是给他取名叫龙界哦但是呢昨天就是呃进进店里的时候就是呃被提醒要把他封起来之后那个能量又不一样又下来他就是那个呃RainbowDragonWarrior就是那个彩虹龙战士这个就进来了那他是英文的但是我这边就翻翻成这个中文你知道我的工作室名称吗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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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就是八方守护龙盘踞 天地一心万物行 九龙要身苍穹间 回归雪山逃乐园 所以你跟守护龙有连接 你跟雪士达山很有连接的话 我相信我念这个对句给你们听的时候 你都可以很有感触这样子 然后看着这个图画这样子 对 那这样我们等一下我们就开始带这个 简单的带一个简洁版的这个守护龙连接 因为其实这个我们之前已经做很多次了 那就是说应运就是现在这个龙的能量 又再次的跟我连接再次进来 我们就带一个让就是还不知道如何连接 那个你的守护龙的伙伴们 能够透过这一集呢 那就是去连接到你的守护龙 好不好 那梅秀你有什么什么事 你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 可以先分享 然后我们再进入这样子 好不好 分享一下那个 因为前几天嘛 就跟那个 益城分享了一下说 我们在显化我们的雪士达旅贝 对那所以就是 因为上一周刚好有为我们的另外一个伙伴 那个米卡梅华 那为她做了一个CITA疗愈的一个个案 那最后我就说好 那我们就是来迎接一场很丰盛的黄金 然后想象呢你的前面有很多的波啊盆啊 然后这个黄金雨下来的时候 就把这个盆啊波啊都装的满满的 是是是 然后就很开心这样子 是是是 很好 那等一下我们连接守护龙连接完之后 你就顺到来帮我们帮我们的伙伴 对再个加加码一下好不好 不错 好那我们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 我们不多说 因为我们这个是没有 没有注册的这个Zoom 录影所以只能够30分钟 所以我们也要就是也不要把那个内容 拖拖的太长这样子 好不好 所以我们要把握时间 好把握时间 好现在呢那就请我们做几次的深呼吸 然后慢慢的把你的眼睛闭起来 每一次的深呼吸呢 都让我们感觉到身体更加的放松 那再做一次深呼吸呢 把你的专注力放在你的眉心轮 同时间呢 也放在你的心轮的地方 你的心轮是绿宝石的颜色 emerald 你的眉心轮是电色 好再做一次深呼吸 现在呢我们提醒我们的守护龙伙伴 守护龙 每一位伙伴的守护龙 来到每一位伙伴的身边 好你的守护龙已经在你的身边 你可以感觉到可能有刺刺的感觉 或者是电电的感觉 或者是鸡皮疙瘩 或者是一股暖暖的凉风 或者是暖暖的风吹过来 在你的你可以用身体感觉到 这个就是你的守护龙已经在你的身边的这个 的现象 好现在请你 在你的眉心轮的部分 眉心轮的地方 睁开来慢慢的打开你的眉心轮 用你的眉心轮去感应 去连接你的守护龙 如果没有感觉到没有看到也没关系 可以就是 专注你在你的心轮 用你的心去连接去感受 这个时候你可以慢慢的看到你守护龙的颜色 身体的颜色 也有可能你的守护龙是多于一只的 但是没有关系 他如果出现两只三只都没有问题 你可以分别去对 连接他们的颜色 每一只龙的颜色 然后呢 用你的手去触摸你的龙 额头的头部的身体 每当你触摸到他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瞬间在那个时候 你的DNA跟细胞 就回想起 再次的连接到 当初你们在前前世世 一起工作一起玩耍 一起守护着地球 的这些情景 都慢慢的回来到你的脑海里 到你的心里 让你觉得很感动 一股非常温暖的能量 充满了你的全身 同时也流进了 流到你的守护龙的身上 然后你们的能量是再一次的连接起来 感觉到是相互的流通 相互的能感觉自己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 询问你的守护龙 或守护龙们 他们每一只守护龙都有一个称呼 如何 请他们告诉你他们的名字 他的名字 这个名字有可能就是名字 有可能是中文 有可能是英文 有可能是日文 也有可能是梵文 也有可能是一个符号 或者是一个声音 一个音调 对 所以呢 不要执着在这个名字 就是什么东西进来 那个就是以后你要如何 提醒你的守护龙出现的一个方式 可能是符号 有可能是声音 有可能是名字 有可能是文字 对 如果没有 没关系 在晚上你静坐的时候 或者是睡觉前 可以再一次的用同样的方式 去呼请 然后呢 做了更深 跟你的守护龙更深的连结之后呢 就可以更加的清楚知道如何 得到名字 好 那现在这个过程已经都进行过了 那现在呢 我们一样就是开始坐在你的守护龙上面 然后直接飞上天 直接上到雪式达山的上空 然后从雪式达山的上空 跟着这一道光柱 雪白纯洁的光柱 通往天际 然后直接的 从光际 光柱中 直接上去 离开了地球 来到了这个宇宙银河当中 当所有的守护龙 所有的守护龙 及伙伴们就位之后呢 我们全部回头看着地球妈妈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从我们的心 投射出一道无条件的爱 粉红色的光 还有疗愈 平衡 绿色的光 跟着你的守护龙 投射出去的能量一样 在你们的前方汇集 然后直接投注在 地球妈妈的网格上面 网格一样有很多层 很多种 有水晶网格 彩虹网格 还有地球网格 等等 生命之花网格 这些网格都是一层一层的去保护地球 然后帮地球 增加频率 提升频率 增加守护 的这个强度 那我们做这个动作就是 这是我们的灵魂的契约 跟守护龙灵魂的契约 要保护 要守护地球 然后呢 就是持续不断的 做稳固 做修补的动作 现在我们感觉到有一股能量投射回来到我们的身上 这是地球妈妈给我们的感谢 当我们感受到这股能量的时候 它是从我们的心 心轮进入我们的全身 然后开始传导到全身各个角落 每一个DNA 每一个细胞 让你感觉到非常的舒服 让你感觉到非常的舒服 也帮我们做身体上的调整 能量上的调整 脉轮上的调整跟开启 还有进化 还有释放 还有释放 非常好 感谢所有伙伴的参与 非常好 感谢所有伙伴的参与 然后它的能量的范围也更加的扩张 在地球上有些必须要修补的这些网格的点 或者是地方也在这一次的这个行动当中 我们共同的行动当中做了一些修补 以及稳固稳定的这个动作 现在我们就先不要回来 持续的传送我们的能量 那我们请梅秀在这个时候呢 来帮我们带入这个丰盛的这个引导进心 让我们能够同时的连结不同的能量 然后更加的充满我们自己 让我们更加的充实更加的丰盛 可以吗 好的 好 那请大家继续保持这一份与手不容的连结 想象你的心中有一道美丽的光 就按全身 然后也将这道美丽的光送给地球妈妈 送到地心 让大地妈妈收到我们的爱之后 然后回送给我们一道墙壁的白光 让这道白光迅速的 从我们的脚底进入我们的全身 然后在进入我们全身的同时 也调整我们全身的手的脉轮 然后清理净化皮疼我们的海底轮 旗轮 太阳神经球 轻轮 胸腺 头轮 耳轮 耐心轮 耳轮 然后在我们的头顶上方形成一个美丽的光球 然后想象我们自己轻松的坐进这个光球里面 然后你也可以跟着你的手不容一起 我们再继续飘升到造物主所在的第七界 迅速的往上飘升飘升 我们会经过天空宇宙 然后来到一层又一层亮暗亮冷的光 然后会经过深金色的光 还有彩虹火动般焦织的光 然后雾本色的光 然后在这最上方有一个方形的孔洞 然后我们完全的穿过这个孔洞 来到造物主所在的第七界 然后这里是全蓝的白光 造物主纯净的爱 表现的爱 然后所有的创造力通通是在这边的 然后在这里也是非常的安全 然后受到保护的 好 现在请造物主为我们显化我们所要的丰盛 那如果你也想要到雪士达山的话 我们可以显化你的雪士达的旅费 或者是你要在你的生活的各个层面当中 都拥有丰盛的话 那我们请造物主为我们下一场 丰盛丰盛的这一个浮盛之雨 那你可以想象你的面前 有很大的盆啊 锅啊 所有的可以装这些黄金雨的容器 然后在你的面前 然后造物主将这场黄金雨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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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的 下到这个盆里面跟锅里面 然后你的盆跟锅通通装满的这些黄金 哇 超级的丰盛哦 好 那你在这个丰盛的盆啊 锅的这个里面呢 你想象用一个巨大的泡泡将这个画面包起来 然后想象你用你的手进去这个泡泡里面快速的搅动 这样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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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搅动哦 然后接着我们就将这个泡泡送到造物主的光中 然后请造物主为我们显化在我们生活当中 显化这些丰盛 然后在我们的生活的各个层面 然后同时也各位听众观众下载 拥有丰盛是可能的可以的被允许的 然后我知道如何何时能够创造丰盛 然后这个丰盛是跟宇宙造物主的定义是相同的 然后并且我在享受丰盛的同时 我也是幸福的是被爱的被支持的 然后是拥有创造力的 然后我带着爱跟时悲来创造 这些所有的丰盛 然后如果你同意的话 你就在你的心里说yes 帮各位下载 你千万而招举下指令 然后请为我们的听众 观众下载这些信念跟感觉 在大家的四个信念层 以及所有的细胞接收器 然后以大家最好跟最高 最理想最好的方式 然后来下载这些信念跟感觉 然后并且也教会我们所有的细胞 都怎样的可以在适当的时间 去使用这些信念与感觉 谢谢你 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 好我们现在就感谢招务主 然后我们再做回我们的光球里面 然后我们要回到我们的音符里 好我们现在做到这个光球里面之后 我们就慢慢的降落 降落降落降落 好我们先回到大地妈妈的怀里 回到地心 然后再回到自己的身体里 好想像白光就冲刷我们的能量场 然后把我们自己的能量场洗干净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能量切割 然后这能量切割呢 我们是左手朝内 在你的胸就是心脏前面 心轮前面 然后右手朝外 跟你的左手相叠 然后在我们的胸前搓一搓 然后左手像打开一扇门一样挥开 然后右手从你的顶轮画一条线 到你的海底轮 然后再从你的海底轮 画一条线到你的后脑勺 然后我们就完成了这个能量切割 好那我们再把那个时间交回给一臣 好 那刚刚梅秀已经帮我们带回来我们的身体了 所以我就不用再带 不用再带你们回来 因为你们都已经回来了 所以呢 刚刚梅秀就是感谢他也帮我们就是 加码这一个引导进行 非常的棒 能量非常的温和 非常的柔和 感觉到非常舒服跟丰盛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 回到我们身体呢 之后 那我们现在就是跟你的守护龙 准备要道别一下 就是说 感谢他再次的出现跟你连结 然后记住他的颜色 记住他的名字 或者是如何要请他出来的这个符号啊 或者是声音啊 这样子的话呢 你随时都可以想要进心的时候 或者是想要得到一些引导指引的时候呢 都可以把他呼请出来 对 那我们就是 再次感谢我们的每一位伙伴的守护龙的出现 然后就感谢我们的守护龙 然后呢 感觉他慢慢的离开了你 就是飞上天空 回到他的龙 龙园 回到他所居住的地方 或者是地心的这个 好乐视或者是地心的城市这样子 对 好 那我们再做一次的深呼吸 然后当你准备好时候就可以把眼睛睁开来 好 谢谢 好 好 不错 这个非常有效率 有非常 非常 非常powerful 对 对 这个显 这个显化是这个西卡疗域的 就是其中一个算是 技术吧 是是是很好 对啊 就上次我们讲就是说我们访问到梅秀 他就是他就是会去学很多很多不同的那个疗愈方式 疗愈方式啊 还有不同的法门啊不同的那个技巧这样子 但是呢很棒的是他本身都会去做整合 然后都会把他运用在他的 比如说这服务服务他的那些伙伴的身上啊或者是在生活中或者是在工作上 我觉得这个是已经一个非常令我敬佩的对美秀这个这方面是真的是 做的非常的彻底我觉得真的是不是不是有有有太多人可以这样有坚毅力 其实我在实践啊就是灵性即生活生活即灵性 然后他是他是不可分的 没错 把生活就是过得很有灵性 然后也也把那个就是灵性就是带入生活 那因为就是生活里面我们会遇到各种不同的状况嘛 那所以我们就是学会怎么样去转换想法之后 我们的心境就会跟着转换 那心境转换之后 那个困境他就不会困住你了 我们就可以继续往前走 对 其实啊梅秀讲的非常对 因为呢就是说像我们这一票的人 像美华美玲这些嘛 都是我们都是有这样的认知啊 共同认 虽然说我们没有在 刚刚梅秀分享的那个概念 我们没有其实没有沟通过 也没有从书上看过 但是感觉上就是好像那个 共识性或者是那个线就有牵上 那他讲的其实就是我自己本身也是这样觉得 因为不管你灵性修的再怎么好 你最后还是要落实到一个地球上 对 所以呢那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走就是要踏入灵性之门 就是因为就是说美秀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因为我们就是去学习涉略不同的灵性方面的这些知识 然后当我们的生命中生活中遇到一些困境或者一些挑战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很快的用不同的角度去看 然后呢也就是用不同的角度看 你就可以很快的去转化你自己本身对这件事或者是这个人的态度 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很快的走出来 走出来之后就可以继续向前向上 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完全没有套招 其实我们刚刚开始之前我还是讲说 那我们今天到底要讲什么 哈哈哈 开了就知道了 对 其实开了就知道 就是这个就是我的我的做法 我的style 就是这样 我就是顺流而为 就不用想太多 也不用准备 反正 就是开始之后那个上面就会安排 挺好的 对我觉得我们是带着一种对宇宙的信任 那当然还有对彼此的信任 对对对 所以我才感觉说 哦还要再跟你约 然后再继续做 因为其实我现在发现用zoom这个其实是很好用 因为它是录那个影像 然后声音 这样的话呢 我播客其实也比较好弄 那声音也有就不用分两次录这样子 对 所以我就是蛮喜欢这样的 所以可能我们就会继续做下去这样子 所以 对你说 对对 然后我想就是刚刚那个啦 我们先前要讲 我本来想说要不要先讨论一下 要讲什么 其实也真的不用啦 因为我们就真的是跟着那个流走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其实这个也是一直我在议程上面 身上学到的东西就是很交托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你越交托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宇宙啊大地之母啊造物主 他要给你的东西都比你用这边想的还要好 没错 没错 这个是真正的就是从我们身上是可以得到这些验证的 没错 对当然你也可以只要你就是慢慢学习交托 都成福这样子 对你也可以在你的生命中有这些感受这样子 对 因为我刚才想什么也忘记了好没关系 哈哈哈 然后我刚刚那个你在呃 带我们连结那个守护龙的时候啊 我今天又有出现一只新的守护龙 我就说嘛 难怪我刚刚就讲说不止一只 你在想说有好几只 我说欸有哦 欸真的有呢 哈哈哈 不错你又你又升级了 哈哈哈 因为我这次出现的是 是那个紫色的龙 但是我上次问他名字 啊因为这次议程有有特别带说 欸可以问一下他的名字 所以我的那个 其实我两 两位守护龙的名字都还蛮可爱的 要不要分享一下 绿色那一只就叫绿宝 哈哈哈 感觉很cute 然后紫色那一只呢 就比较诗情画意一点 叫紫仙 就是 哇 哈哈哈 欸我这个后面 我这个后面其实是有这一只是绿龙 对 对 然后这也是绿龙 嗯 嗯 然后紫色在上面 对 在这里 哈哈哈 没有这个其实被切掉了 它龙 紫龙其实在上面 哦 对 对 这个可以看出来它的形象 对 对 对 好啊我觉得非常好 对啊 对啊 那我们就 我们以后要继续做下去 对不对 就是分很多集 对 对 我7月份还会去上一个大课 好 也是 也是那个SITA系列的一个蛮重要的课 它叫做 好 人体直观 嗯 那它就是透过应该说锻炼我们的灵视力 然后去扫描人体里面的每一个器官 嗯 嗯 然后各个肌肉啊 肌肉啊 所有的呼吸系统啊 什么心脏啊 然后消化系统 生殖系统这些 因为每个系统里面它就是有带着各种 它呃像是脏子器官里面的一些信念跟感受 还有它的任务 对 所以这就是蛮有趣的 对 像我最近就开始现在预行功课 然后就有呃看了一下那个关于肌肉 肌肉就还蛮有趣的哦 我来看一下我的笔记跟大家分享一下 哈哈哈哈 我们剩两分半哦 剩两分半哦很快 好 因为那个肌肉它有一个有一个那个信念就是 因为呃早先那个可能那些呃还是原始人的时候 他们都需要靠那个打拼嘛 然后或者说要去跟野兽搏斗啊 他们才能够生存下来 所以它有的一种就是你要去对抗啊 然后控制啊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念里面 那呃就是说其实肌肉它也还有一个有一个呃 比较有趣的部分是因为其实肌肉它是需要有一些碰触 就像婴儿一样 婴儿如果说你只有给它营养 然后你没有去碰触它的话 其实它是没有办法活下去 那所以其实我们的肌肉 其实它也是很喜欢就是被碰触 那它在被碰触的时候 它会有那种就是被爱的感觉 嗯 所以这个就是关于肌肉的一些小小的 就今天就分享一点点 那等上完课之后可以再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 对那表示就是说我们还要再找找梅秀上来就对了 哈哈哈哈哈哈 当然没问题 没问题吧 没问题吧 哈啰 哈啰 好 对啊我觉得这样非常好 就是说 把我们的生活中的经验啊 学习到的东西分享出去 那有缘的人他就会看到 然后他们觉得如果觉得那个对他们有帮助呢 呃那是非常好的 那就可以啊 订阅我们的那个YouTube频道 订阅我们的播客 然后我们都会把 都会把这个我们 我们这个呃 cohost的这个呃 像梅秀啊 美华他们的资料放在上面 然后你们就可以自己私底下去去跟他们连结这样子 好不好 嗯 好 那我们已经时间快到了 所以我们就在那边结束 好不好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谢谢 拜拜 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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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拜